算法和优质内容 未来是决定媒体内容的分发 在国内我们知道 就是内地有很多的移动信用客户端 各大门户都在拼命地去推他们的移动信用客户端 发展他们的移动网站 然后另外有一个趋势是 他们加大去引入第三方网站 行业网站的一些优质的内容员 都在做媒体平台 每一家门户都在做媒体平台 公众平台 然后通过算法向这些用户推荐 他们感兴趣的内容 算法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 其实搜索引擎它是基于算法存在的 呈现内容给用户 媒体平台也是越来越多的 就是推荐一些智能化的内容 就是给这些用户 比如说我在街上头条 我关注某一个酒店 或者是关注某家上市公司 他就会通过算法来学习我的一个兴趣 他会推荐给我相关的这些内容 就是推荐给我相关的新闻 这个是中国几家 就是比较有名的商业网站 大家看到就是 现在他们的内容都是采用这个算法 加人工推荐的方式 给用户推荐这个个性化的信息 如果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内容 上到四大门户 就中国的四大门户 新浪 腾讯 网易 搜狐 加上一个凤凰 我们需要怎么去做 砍统的方式是我们去找到他们的编辑 然后去跟他们沟通 向他们介绍我们的新闻 但是现在已经不用了 就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优质内容员 被门户所采用 只要我们的内容足够优质 能够对我们的用户产生价值 如果是内容发布到一些 就是比如说垂直的行业网站 或者是一些财经网站 我们的内容就有机会 被门户网站所转载 感谢观看